3月9号,雷女士在金华欧龙奔驰赛斯店购买了一辆奔驰C260L,车子的落地价格是35万03百元。 她说,车子开了没多久,车窗出现了自动下降的情况。 雷女士后来把车子送到赛斯店处理,技术人员进行了调试,不过没有告诉她问题的具体原因,后来车子又出状况了。 雷女士担心这辆车后续还会出现其他问题,赛斯店的一位技术主管介绍,车窗下降和花瓶都跟车子的软件系统有关。 目前已经对程序进行复卫,还在进一步观察。 首先过来检查我们电脑里没有任何故障现象,然后我们的话给她做了所有的系统,做了coding,就是我们车窗控制模块,给她做了coding。 coding了以后呢,我们现在让客户再试一下,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 那这个花瓶是什么? 产加软件升级,就是有新的版本给她更新上去。 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死机差不多二意思,它有可能碰到信号干老怎么样, 它就会出现这种花瓶波段,然后现在把这个补丁打进去以后,它防止这个问题出现。 乔主管介绍,后期确认两个故障完全排除后,还会向厂家申请客户关怀的方案, 对此雷女士表示可以接受。 除了这两个车辆问题,雷女士还反映自己的车子可能买贵了。 他说,这辆奔驰CR60L的裸车价是30万元,保险12000多,购置税25000多, 他还支付了一笔大约1万元的装潢费,购买了底盘装甲、脚垫、贴膜等服务项目。 4S店的销售经理针对各项费用明细,向雷女士进行了解释说明, 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 目前,双方还在就价格问题做进一步沟通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